5-3-2 下拉式选单 那下拉式选单也是清单的一种 首先请同学开启103里面的 这个 SPINER的这个 SPANIA这个把它开起来 好 点选确定 那开起来后呢 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文字方块 可以让使用者输入对不对 那这个是下拉式的选单 但是这个哦 好 再讲一遍 这个清单选择器跟下拉式选单 原理上也都是清单 那这个下拉式选单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点起来 拉下来咯 回到城市设计的地方来看一下 那这个内容请同学们看一下 我在下拉式清单 这边已经输入了什么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园市 台中市 台南高雄 中间用逗号分隔 那宽度是200 那提示是台湾的六都 选中项预设是高雄在这里 那这个呢 在我们书本的这个有写 在这个5-25页 这边有针对下拉式选单 有做说明请大家自己看 那今天我们就进到我们操作的程式部分 来看一下 当下拉式选单被点起来 点下去 不管你选到哪一个 一定是选择完成 对不对 那设定呢 文字方块的文字 这个是取得 这个是设定 等于什么呢 合并文字 因为两个 要把两个加起来 第一个 被选取的是 这是一个中文提示 让使用者 好 那自有就不打 按两下 CMT复制 按两下贴上 好 前面的提示是一般的字员 选择的是 然后移到这里来 求选项 所以呢 我们上面这一段 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好 示范完毕了 所以呢 这个下拉式选单看一下哦 我们刚刚在下拉式选单 已经有台北市 新北市 陶宜中市 台南市 对不对 不管你选到谁 最后把结果秀出来 透过文字翻块里面文字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来看一下手机的状况吧 预设是高雄 有没有 所以我们刚刚这边不是有高雄吗 好 说明书本上面 我点下拉式选单 点一下 我这次想选台南 对不对 选取的是台南市 前面这个就是一般的文字 后面就是下拉式选单 所选到的结果